哈喽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今天晚上由Busa Malaysia 举办然后我们LiveChamp 承办的这场线上 讲座会 如果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可以看到我的webcam还有我的视频的话 请在我们的Q&A 留言你来自哪里 告诉我们你来自 哪里来自KL 来自Johor JB还是来自Binang OK 哇很多来自KL 很多来自Ippo Johor OK还有我们来自 Miri的朋友 OK有没有来自Sapa的朋友 哇失误也是有 So Johnny的同乡来自 失误的 OK OK 好的有没有来自Sapa的朋友 哦 马列加 芙蓉 OK好 很多来自Binang KL啊 我连问来都有 OK好 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出席 由BusaMLensio举办的30分钟搞定财经报表的线上讲座会 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呢 请到一位讲师来跟我们分享如何看财务报表 不只看而且还要快速的了解财务报表 OK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就要做一个一则免责声明 那真的免责声明就是我们在这场线上讲座会所分享的都是 为教育用途 所以我们不会有给任何买卖建议 所以如果各位投资者们有做任何买卖的操作 大家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OK 我们就你们都要自负 OK 所以我们没有给任何买卖的建议 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讲师就是Johnny OK他是成锋营资者 Gainvestor的创办人 他有7年的投资经验 他投资风格就是以基本面还有技术面 加涨万面为基础 然后他也在分别在吉隆坡跟四老院举办 多长的股票投资分享会 还有举办自己的股票投资的课程 他也是有自己的部落格跟面子的书页面 就是Gainvestor成锋营资者 所以他的使命呢 本身的使命就是要帮助更多人了解 投资知识的重要性 然后取资社会回归社会 为社会贡献给社会带来正能量 这就是他今天的使命为大家分享 如何可以快速的在30分钟内了解财务报表 OK Johnny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可以 好了 OK 好的 这样我就立刻把你做presenter OK 好的 好的 谢谢你 OK 你可以分享你的screen了 好的 大家看到我的screen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好的 所以可以 大家各位读者 各位 大家晚上好 所以 今天我又来了 跟LifeChem一起在这个 在Busa的陪同下 我们来这个线上讲座会 所以第一个 当然首先我们要感谢Busa 因为给我这次机会 所以好了 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是8点半 我们就准时开一看 我们分享听 聆听我今天要分享的 对不起啊 已经很久没有讲话了 MCO的时候在家里没有讲话 所以嘴巴跟舌头会打仗一下 OK 来我们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先开始 我们要先了解到底我们业绩报告和年报的公布时间 OK 所以当我们的每个上市的公司 他们一定要公布业绩报告跟年报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webinar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讲在如何在短时间内30分钟 预计在30分钟里面明白我们的业绩报告跟年报 OK 所以当你们看我这个chart的时候 这个时间表 所以我们一年里面有四个季度 就quadr1,quadr2,quadr3,quadr4 OK 所以 1月2月3月的时候 他们的业绩报告要在quadr2 5月里面要公布 OK 如果quadr2的时候一定要在8月 quadr3要在11月 quadr4我们要在2月 OK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 table你们已经看到123要在5月前 4,5,6,8月前 7,8,9,11月前 OK 所以年报必须在3月跟4月 就是我们公布了 最后一个季度报告的时候 两个月之间一定要公布 OK 所以我通常会跟我的读者讲 5月1号劳动节其实是放假 不是给你在家里翘脚休息 是给你读年报的 OK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公司会release 会公布他们的年报 所以就是给我们去阅读的 OK 所以像 OK 比如讲我们比较熟悉一下 Top Glove会在这个即将再来 这个星期四公布他们的业绩报告 所以大家就可以就在星期四的时候去布杀 announcement那边看到他们的业绩报告 OK 好 所以当我们开进去布杀网站的时候 其实这个布杀已经更新了他们的 他们的website 其实变成更加的friendly 更加容易使用 比起以前了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布杀的website这边 所以我们就看到有keyword category跟subcategory OK 所以当我们看到click这个subcategory的时候 我们有看到有annual report OK 同时间我们也是有financial result annual report就是怀疑我们讲年报 financial result就是我们的业绩报告 OK 所以你看如果我已经选择点击的annual report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边下面 我们有annual report OK有2019、2018啊 因为我在打个比方我是在用着我们的布杀 马来西亚的公司1818 你发你发OK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annual report 是在这边 如果我们点击financial result 就是我们的业绩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这边写quarterly report on consolidated results 就是我们的那个业绩报告 OK 所以财务报表 其实在我们其实在每个地球 每个地球 每个世界 sorry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我们只有两份报告 OK 一份我们叫做季报 就是quarter report 一份我们叫做年报 OK 有什么分别呢 季报跟年报 季报 基本上是比较简单的 OK 它是每季度揭晓 我们讲季报 季报英文讲quarter 就是一年有四个季度 就是每个季度揭晓 OK 然后年报呢 年报有什么分别呢 年报基本上资料 信息比较全面 OK 它每一年揭晓 而且呢 它是经过会计师审计 就是有auditor的 OK 所以你们看我放的照片 report呢 其实就是比较薄 只是几张纸罢了 OK 年报基本上是比较厚的书 OK 是比较厚的一本书 所以现在很多公司都改变成 CD版本 OK 所以这两个有什么共同点呢 就是我们看中间这边 OK 其实季报跟年报都拥有 这四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资产负债表 OK 资产负债表 英文我们叫做balance sheet OK 就是会 inbound 会balance OK 损益表就是income statement income statement 第三个字就是现金流量表 就是我们讲的cash flow statement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的付注 或者英文我们讲note OK 所以季报跟年报的共同点 像刚才我们讲的有这三个 OK 选业表 income statement 基本上income statement 我们告诉我们公司的营业额和利润 或者亏损 OK 我们就可以知道 到底这间公司是在亏钱 或者是在赚着钱 OK 第二个balance sheet 就是资产负债表 他告诉我们公司所拥有的资产 或者他欠着多少的债务 OK 他有多少的资产 他的债务 从不都是在balance sheet里面 第三个就是statement of cash flow 就是我们的现金流量表 就是公司对于现金的周转 因为我们每一个交易 不可以讲交易 我们每一个statement 我们每一个cash flow 一定有进跟出 他们一定是有记录下来的 都有好好的记录下来的 OK 就可以在cash flow statement里面看到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三个报表之间的关系 OK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三个报告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就反映财务状况 就是有什么资产跟什么债务 OK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的资产 我们就来省钱 省钱了过后 就记录在我们的损益表里面 我们的损益表就反映了经营成果 经营就是我们的生意 所以他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意是在亏钱 还是在赚着钱 OK 然后 过后这些所有的亏钱 赚钱 或者是来买资产 OK 或者是来买其他的东西 做生意 我们一定有个现金流量表 我们现金流量表就反映出我们的现金流转 OK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一些基本的formular 就是我们的资产就是我们的负债 加以我们的所有权 所有的权益 或者我们讲equity shareholder equity 然后我们的利润 就是等于我们的营业额 减去我们的成本 营业额我们英文叫做revenue 减去我们的成本 就是cost of good sales 就是我们要做生意 我们要用的成本那些 OK 所以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来做一个示范 我的就是我的肝盘面虚拟报表 大家如果知道我喜欢吃肝盘面 来自我的家乡西部 OK 所以我就做一个打个比方 我在做生意 OK 这个是我的面蛋 OK 所以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我们怎么把它融入进去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OK 所以刚才我们讲我们有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跟现金流量表 OK 在我们资产负债表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部分 OK 等一下我们会在后面的example 后面的例子再跟大家讲 所以你看这青色 基本上就是我的资产 像我的做面的蛋 蛋口 我的资产是什么 当然是我的面蛋 就是因为我用它来准备面 给我的顾客吃 还有我的机械 OK 可能我有一个做面的机器 OK 所以那个机械就是我的资产 OK 我的现金 我要做一个生意 我一定是有现金的 OK 还有我的库存 就是我的 很像我有时候买的那些面粉 那些东西 就是我的库存 OK 我看到红色 我的债务 因为我当初我要做这个面蛋的时候 我跟我的父母亲 跟我的亲戚他们借钱 OK 所以那个钱是我欠他们的 所以就是进入了我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债务 OK 还有我的这个剩下就是我的创业本钱 就是我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当然不可能我从不跟人家拿钱 我一定自己也是有用我自己的本钱 是不是 所以这三个呢 就是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所有的成分 OK 我的资产 跟我的负债 跟我的本钱 OK 所以这个我的 我就用我的资产来做面 然后呢 那些我所有赚到的钱 会进入我的损益表 所以我的损益表基本上 我有营业额 营业额怎么算呢 就是我的价 乘以我的量 我的价就是我的价钱 量就是我的一天卖几碗面 打个比方说 我的面 一碗面我卖五块钱 OK KL的价钱 OK 不要跟沙拉王那边比 KL的价钱 一碗面五块钱 然后我的量 就是我一天如果做十碗 就十乘五 五十 所以那个就是我的营业额 我的营业额就是我的价钱 我的面的价钱 乘以我今天卖多少盘 OK 所以我要减去我的销售成本 就是刚才我们讲我们成本 就是我的两个财 第一个就是我的材料 第二个就是我的人才 可能有时候应付不到 我一定要请人家来 所以我的减掉我的销售成本 过后就是我的营业毛利 OK 就是我的毛利 就是我的gross profit 再减去我的租金 OK 所以我就税前盈利 然后在马来西亚这边 我们都是要给税 我们都要给tax的 so call the tax 就是我的税后盈利 或者我们叫做净利润 OK 净利润 所以从不呢 我就会我所有的交易 一定会放在我的现金流量表 OK 所以我的现金流量表 是从我的税前盈利 那边扣除出来的 OK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营运现金量 呃 营运现金流啊 还有我的那些cash flow invest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啊 过后 我们就会在呃 这里slide的过后 我会跟大家讲到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讲了我的钢盘面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做生意的人 一定都会有这个基本 所以像我们比较老一代的 他们他们真是做生意的时候 我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有这些 这些财务报表 OK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到底他的生意是在赚钱 还是在亏着钱 OK 所以如果我就问着你们 如果我要找你投资我的钢盘面生意 你要怎样衡量呢 OK 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的人生中 可能一些朋友有做生意的 他就讲 诶 我想找你做我的股东 我想找你投资我的生意 OK 然后当然你就要问你自己 你要怎样衡量呢 所以第一个最基本的 我们要跟他拿他的财务报表 OK 所以这财务报表 我们怎样衡量呢 我们只需要看这三个东西 选一表 资产负债表 跟现金流量表 OK 所以选一表里面 我们要看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看就是公司的盈利 公司有没有赚钱 OK 这个基本上是我们投资者 最关心的报表 因为 如果大家有记住 我的 跟LifeChamp的 前两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 Webinar 也是我有讲个例子 讲 我们如果营业额和盈利 就是我们的净利润 双位数成长 就是我们的 双位数成长的时候 我们股价也会跟着增长 OK 为什么我们讲营业额 增长 盈利 增长 就会 股价会增长 因为你的营业额增长的时候 刚才我们讲到吗 营业额的formula是什么 你的量 乘以你的价 就是你卖的东西越多的时候 你的营业额就上升 你营业额一上升的时候 你还有扣了你的那些成本 扣了你那些税 你的盈利一定也是会跟着增加 所以我们的股价也会跟着增加 OK 所以我们资产负债表 基本上资产负债表 看这个时候 我们就明白公司的财务结构 OK 公司的产债能力 就是他能否还他的债 OK 然后预估公司的赚钱能力 OK 所以当我们打个比方 一间公司如果不够现金 跟一些公司很有充足的现金 我们当然是选择有现金能力的公司 OK 所以第三个现金流量表 所以我们讲现金多 代表公司在资金的调度能力好 OK 资金多的公司 就像比如我们现在MCO的时候 OK 我们那些公司如果有很大的资金 他就可以 所以他如果有很多现金 他就可以把他的现金去可能扩充他的产拿 或者是他可以去进入 很像做口罩 或者是做手套这一个行列 我觉得如果大家在股市上 现在我们大家都看到很多 很多公司 他的核心业务 他中正的业务已经变了 就是他们现在也跑去做手套 也跑去做口罩 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话 OK 所以现金多我们也可以增加产能 OK 投资其他领域 或者偿还债务 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 这样我就拿一个季报 跟大家 类似讲过 到底我们怎么看 OK 怎样看呢 我就拿个Lehan 这家家事的公司来跟大家看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损益表 OK 我们的income statement 所以我把它放大 你们就会看到 到底这损益表是长得这个样子的 OK 这么的联储的 OK 这么的 handsome的一个 我们的income statement 所以 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字 不要紧 我只是告诉大家 重点 重点是在哪里 OK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 有当个季度 因为我们有individual quarter 就是当一个季度 cumulative quarter 就是累积的季度 累积的季度 就是如果像这公司 它已经是第二个 第二个 在announced 第二个季度 所以它累积了 第一个季度跟第二个季度 OK 所以我们看 这里 再看这边 有current year quarter 就是我们最新的季度 OK preceding year corresponding quarter 就是去年同期 如果我们不看得懂英文字 我们看得懂日期 6月30号2020年 OK 跟6月30号2019年 所以它这个 在对比着 这个季度 就是最新的季度 跟去年同期的季度比较 OK 所以我们讲 营业额嘛 revenue 营业额 我们一定要看这函子 然后cost of goods 就是我们的营业成本 像Lehan这家公司 它是家事 所以它的cost of goods 它的成本有什么 有那些木啊 OK 跟那些员工啊 对不对 机械啊 这些 然后有净利润 我们这里就看 owners of the parent OK 所以当我们在看着 这个季度的时候 当我们每次看到 营业额跟净利润的时候 我们不只要看 我们也要做一个比较 所以我们简单来看 这一个Lehan的 你看它去年同期 它赚了193个million OK 今年是141个million 然后它当然 它的营业额减少了 所以它的净利润也减少了 OK 所以这样子看过去 这个是它6月 就是456的时候 它公布的result 所以你们都应该 大家看到这个号码 应该大家都明白 456的时候 那时候是我们的MCO开始 所以很多工厂都没有开 所以我们的营业额跟 净利润都跟着减少 OK 所以接下来 OK 所以在这个资产 在我们的损益表最重要 营业额跟净利润 OK 所以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看我们的balance sheet里面 OK 所以放大一点 所以你们会看到 我们的资产 这是我们的asset 这是我们的资产 OK 过我们non-current asset 就是我们的非流动资产 还有我们的current asset 所以current asset 流动资产跟非流动资产 中间是什么分别 就是流动资产 是可以在短时间内 转成现金 短时间内是什么意思 就差不多在一年资金里面 我们需要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成现金 比如讲 这里我们就 cash and bank balances 就是我们的现金 或者我们的fixed deposit 我们也是可以在短时间里面 转成现金 OK 所以过后 我们就看我们的债务 我们有资产 我们一定也是有债务的 OK 所以债务也是有分成两种 就是非流动负债 跟流动负债 OK 就是跟流动资产一样的 如果我们是current的话 我们流动的话 就我们可以在一年里面 那里还清 OK 所以 大家可能都会喜欢做 到底我的这家公司 是进现金 是net cash 还是没有net cash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看这一行字 cash and bank balances 跟fixed deposit 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一定要看 我们手头上的现金有多少 OK 过后我们要减去我们的长期债务 跟我们的短期债务 OK 所以这边 我们这是我们的现金 跟我们的全款 OK 我来放一个笔 现金跟全款在这边 对不起 不好意思 OK Laser pointer 好 我们的现金跟全款 过后我们要减去我们的 我们的borrowing 就是我们的债务 就是我们可能有个银行借钱 OK 有长期债务跟短期债务 OK 所以 我们如果要懂 一家公司是不是进现金 这个就是我们的算法 大致上是这个算法 OK 进现金 现金加以存款 减去 长期债务跟短期债务 OK 所以这里要介绍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shareholders equity OK 所以这里 我会跟大家 等一下我有打一个例子 为什么我们讲 这个也很重要 股本 就是我们share capital 就是公司上市的时候 他起初的时候的股本 然后跟他的储备金 储备金就是他的reserves 或者我们叫做retain earning retain earning OK 所以 现在我的下一个sample 下一个例子 就是告诉大家 进现金的算法 我就拿着利益的这个来 跟大家做一个 做一个样本 所以 你们看到我们的现金 跟存款 刚才我已经把它放在这里了 OK 所以86个million 加以我们的存款 52个million 减去我们的长期债务跟短期债务 就是614 就是6个million 所以我们进现金是131个million OK 就是这两个加起来 减去减去 所以是131个million 所以我们再去拿一些资料 公司的总股票数目 OK 是180个million股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进现金 除以我们的股票 总数目 是每股现金是0.73 0.73 就讲就打一个比方 如果利益目前的股价是3块2 如果我们购买了利益 就是我们可以说利益的股价 0.73是属于现金 所以呢 应该很少机会会跌到这个价钱 OK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预算 这个只是一个指南 OK 这只是一个指南给大家参考 所以通常 人家会讲 如果我买了这股票 它0.73 是它的每股现金 所以很少可能会跌到这个价钱 OK 这受法可以说是对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算出其他公司的进现金 所以过后 我再跟大家讲一些例子的时候 可能我们也可以一起做一点功课 动手 动动脑筋费物变环金 OK 动动手一下 好了 现在接下来就跟大家讲股本和储备金的重要性 所以 这里会跟大家讲一个example 但是过后也会再加多一个example 因为我刚才也做了一点功课 OK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 这边我们拿Pentamaster这家公司来当做我们的例子 所以你们看到左手边这边 它有讲bonus issue OK 有讲bonus issue 它是在ex date 就是生下日期是6月26号 我翻大一点 6月26号 OK 然后呢 它是在 它是在6月11日 它这边有讲到2019年 OK 6月11日公布 公司给红股 你有两股 它送你一股 OK ex date 生下日期是在2019年6月26日 6月26日 可能你就会想 为什么Pentamaster这家公司有能力给红股 有能力给bonus issue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最近的一个季度报告 就是在5月15号 它公布的业绩报告里面 所以我们就一起探讨 看看为什么Pentamaster有资格 或者是可以给bonus issue OK 所以我们就看它的balance sheet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资产负债表 对不对 所以我们直接看share capital跟reserve share capital股本reserve 就是它的储备金 或者我们讲retained earning OK 所以如果reserve或者retained earning 大过share capital 就是意味着公司有能力给红股 有能力给我们bonus issue OK 所以我们就看这边 296跟79 73217428就是它四倍以上 OK 所以我们在看它的 OK weighted average number of share 就是这个公司总共有316个million股 OK 所以我们 刚才我们的那个bonus issue 是几时给 是6月多吗 6月11号吗 对不对 我们看之前的是 剩下日期是6月26号 OK 所以我们拿这个季报的时候 已经是after他给了他的红股 OK 你在看他给了红股了 但是他的share capital share capital maintain 一样的 他的reserve又是继续增加 但是五一改变的是什么 是他的这个 他的number of shares 就是他的股份 他本来有316个 他给了红股吗 二送一吗 所以他又 他的股份在股市又增加了 变成474 OK 分了红股 number of shares 股票数量 还在还在增加着 OK 所以我就 每次我会讲 你像这样 Pentamask这么强的公司 他已经给了 他还没有给bonus issue的时候 他的 他的retain earning 他的reserve是这么多 他给了goal还是这么多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他的reserve是哪里来的 reserve是retain earning 是从我们的 选意表 我们的income statement net profit bump进来这边 再讲多一次 我们的reserve 或者我们的retain earning 是从选意表里面的net profit bump进来这边 所以如果你注意看 他分了红股 股票数量增加 但是你再去看他的这个 share capital 跟reserve 哇 差不多是四倍以上 所以我们可以讲 公司还有能力 在给红股 所以不出乎所意料 OK 他就在2020年3月5日 他又再次公布 OK 再 OK 再次公布 二送一的红股 OK 我觉得他已经是x了 这份 OK 所以你在看他最新的季报里面 其实他还是 如果你们看最新的季报 他其实他的reserve 也是大过他的share capital by a lot by很多 OK 所以我这里就有做了一点功课 我就跟大家分享 因为最近我们的很多 手套股都开始给了红股 所以大家都看到我的screen 所以我基本上就把我们的四大天丸 我们的刘德华 张学友 黎明 还有一个谁我忘记了 就把我们的四大手套 完 就放在这边 Top Glove Supermax Cosan 跟我们的Hatta 所以我已经把我们全部放在这里 我们的股本 他们share capital 跟他们的retained earning OK 所以如果你们看到的话 Top Glove跟Supermax 也是刚刚给了红股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可以给红股 就是因为他们储备已经 搭过他们的股本 OK Supermax也是同样的 OK 我们给他三个青色 OK 所以我们再看回去 Cosan Cosan也是前几天 刚刚公布 他计划一送一 计划罢了 OK 就是想propose 但是他至上propose了 应该都是成的啦 除非有 有任何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看 那Hatta为什么还不给 因为他的储备金 少过他的股本 看到吗 1.1个million billion sorry million 1.1个billion 少过他的股本 OK 所以Hatta是 还不能给 所以Top Glove Supermax 跟Cosan 都给了 他们的红股 OK 好 所以现在 下一个我们就要看 我们的现金流量表 就是我们的 Cashflow statement 所以Cashflow statement 最重要我们要看的东西 是什么呢 OK 所以我们要想象 我们是一家公司 我们是一家公司 我们从公司的角度来看 正数positive 就是钱 流入公司 OK negative 减 就是从公司流出来 OK 这一定要记住 加跟减 加是流入 减是流出 OK 所以Cashflow 有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Cashflow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就是这里 你们看到的话 华语我们叫做 营业活动 现金流量 营业活动 现金流量 所以如果它是正数 它是positive的话 就是说 从营业活动 取得了现金 你们看到这边 Lihan这边 16个million 所以就是现金 流入 Lihan的公司 差一点就讲到 我的公司 是现金流入 Lihan这家公司 OK 所以第二个 Cashflow statement 要看就是 Cashflow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OK 就是投资活动 现金流量 OK 投资活动 现金流量 所以如果你们 再继续看进去里面 它其实这里 有跟你讲 它买了地啊 OK 或者是 它买了资产啊 我们都会看到 像刚才我们讲的 positive 是钱流 这个流进来 negative 负数是钱流 从公司流出去 OK 所以你们看 这边 它有purchase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就是Lihan在这个季度里面 它有买了一些资产 所以它negative 它钱出去 它买的东西 钱是出去的嘛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是比较喜欢 有negative OK 因为公司 有投资的项目啊 或者是买入资产啊 现金从公司流出 OK Cashflow from 第三个 就是Cashflow from financing 就是我们讲融资活动 现金流量 OK 如果我们有看到negative 就是讲公司还债务 或者是公司有发股息 现金从公司流出来 就打一个比方 OK 我们就看这边 有个dividend pay 因为Lihan是算一家 很 很好 很一直有给股息的公司 OK 奖金 不是在promote 就是让大家明白 这个我们的财务报表里面 OK Dividend pay 就是我们还了 就是公司 Lihan公司有给股息 8.1个million OK 所以我们讲negative 就是我们比较喜欢 OK 如果你看到positive 就是讲公司 有去跟银行接loan 或者是什么 OK 所以大致上 我们也是要看公司的本性 如果像这样 Lihan这样子的公司 是有进现金的 它是应该要再还 还债这些 或者是发股息 这样子 就对公司的生育 跟名誉会比较好 OK 如果你看到一家公司 是进现金 OK 有很多钱 但是它又跟银行借钱 OK 这样我们就要去深入 看看到底公司 用哪钱来做什么呢 这是我们要做的功课 OK 所以第四个就是公司的付注 就是公司的注解 或者我们讲它的note 所以如果你看Lihan的话 你有看到这边有个note 有跟你讲 9242521 这个OK 所以这个就会在 它的section B 就是有时候 我们的季报里面 会有分section A 跟section B OK section B就是 section A 就是有我们的选意表 这场负债表 跟我们的 那个cash flow statement B就是我们那些 都是文字 长长的字 OK 所以公司 公司的付注 所以要注意的点 只有几个 OK 这样Lihan里面 我们就第四个 就是seasonal or cyclical factors 他会告诉我们 这公司到底有没有季节性 像Lihan他这里就讲了 他的公司是有季节性的 他是在年头的时候 营业会比较低 因为年头很多假期 我们有新年假期 农历新年假期 OK 所以假期比较多 营业的日期就比较少 而且2月只有 比如说28天 29天 所以他就比较少一点 OK 所以这个也是要看 因为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到底公司 有没有季节性 OK 所以第二个 我们要看他的segmental reporting 就是营业和净利润的行业部分 像Lihan我们知道 他除了是做 家私 原来他也是有plantation 但是他plantation是亏钱的 OK 只是小小的部分罢了 OK 他的那个核心业务 还是做家私 OK 所以第三个 我们就可以看 他有时候公司会告诉我们 他的geographical segment 就是他的公司营业额分布 是从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的 国家营业额的来源 所以我们看这边 他跟我们讲的 他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是95 over 140 差不多 60到80%是来自美国 你可以看到 他2019年到2020年 已经跌了很多 OK 所以这个是当我们 这个号码很重要 因为我们过 当我们做 比如讲 看看美国现在的经济如何 我们就可以大致上可以知道 到底他的经济润 或者营业额会有怎样的 怎样会怎样的改变 OK 所以看这边就比较多字的了 OK 他公司通常会跟我们解释财务表现 就比如讲 他在跟我们讲着 上个季度同期 到底为什么跌了27% OK 一些好的公司 通常会跟你解释比较多 OK 如果 我也是有看过一些公司 他通常都是往copy and paste 就是从上一个季度放下来 不是讲他不什么 就是有时候因为是同样的情况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 OK 他会跟你讲 去年同期的比较 或者是跟上一个季度比较 为什么 他都会跟我们讲 过后有一个 Current year prospect 就是公司对今年的展望 公司会跟我们讲 到底今年 他们觉得今年会怎么样 像现在大家都知道吗 如果有看业绩报告 通常大多数公司都是觉得 很悲观 因为我们的COVID-19 我们的新冠肺炎还在 所以大家都有保持一个谨慎 OK 他们通常 他们公司 公司不会讲 We're going to suffer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字眼 公司是不会这样子讲 公司就会讲 我们remain optimistic OK 这样子的字眼 就是让大家比较 看来比较舒服一点 OK 所以这个我们就来做个总结 我们记报 债入要点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有选意表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跟我们的付注 就是我们的note 所以重点 是记报 这是看重点 所以我们要一直找着赚钱的公司 而且有双位数增长 营业额跟净利润一定要看 OK 如果你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 看那些cost of goods 就是他的成本 那些 这两个一定要看 营业额跟净利润 OK 我们最喜欢有quater 我们也有双位数增长 OK 所以资产负债表 刚才我们有讲到 我们怎么计算 那个我们的净现金 净现金很重要 因为公司比较稳定 可以随时扩充 像现在打个比方 因为现在很多公司也是出来做口罩 或者是手套 最先做口罩的 我们讲有SCGM这家公司 如果你看SCGM这家公司 它是净现金的公司 如果这家公司是净现金 你跟比起另外一家公司 它不是净现金 两个公司同时间要做口罩 你觉得哪一家公司会比较好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 我不是讲管理层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 当然是我们是比较喜欢有净现金 因为他如果他今天要做 就比如讲我们要去买 我们要去买珍珠奶茶 你走到店口面前 你一拿你的钱包来看 我有10块钱 购买珍珠奶茶 你就直接买了 同样的情况的 公司要做口罩 他去到 他拿了他的钱包出来 他check了他bank account 够钱 他就可以直接做决定去做了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也是想 你多了一个烦恼 你要去想 我要去跟哪一家银行借钱 如果我要跟老虎银行借钱 或者是八角鱼银行借钱 要看他的利息高不高 所以通常进现金公司是比较好的 OK 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就看储备现金 就是我们retained earning 或者我们的reserve 大过我们的share capital 这会比较好 就是讲公司有能力给股息 发红股给bonus issue 刚才我们看到利喊这家公司 其实他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他的retained earning 是大过他的share capital 但是公司还是没有给红股 还是没有给bonus issue 所以这一大部分上也是看公司本身 OK 不是讲公司 他的retained earning 大过share capital 一定要给 OK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老板是他 不是我们 如果是如果是我们的话 当然比较 没有啦 开玩笑罢了 其实基本上是看公司了 好吗 OK 所以现金流量表 就是我们喜欢我们的营业活动 现金流量 就是我们的net cash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是positive 正数就是告诉我们公司 从业务里面有赚钱 OK 所以在我们的note里面 我们会看到公司 我们要注意就是看公司 是不是有季节性 或者公司的营业发布 是从哪里来的 营业的地区来源 OK 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 在这个期间有特别的事物 比如讲公司 打个比方 公司如果有着火 或者是什么 他都会在这边有讲到 就是我们英文可以看到 even subsequent to the end of period 他会告诉我们 到底这个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所以下一个就是 review of group performance 他告诉我们 到底公司 为什么亏钱 还是为什么赚钱 OK 他们当然公司会跟去年同期比较 或者跟上个季度比较 OK 然后过后就是 Current year prospect 这是一定 一定要看的 就是公司的展望 公司有时候会透露 公司会小小声 偷偷的告诉我们 他们如何掌握 展望今年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是没有记错 所以我很肯定 如果你们看Supermax的三个季度 他有跟你讲 接下来的季度会比他三个季度好 OK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有重点 而且如果你们在看 Supermax他也是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错 他也是有在做口罩 OK 所以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是要看了才知道的 OK 所以记得这个表 其实是大致上告诉我们重点是什么 OK 所以我们讲完了我们的季报 我们就讲我们的年报 OK 所以我们打个比方向 我们就要看这个Dwarfama 这个我们的年报 OK 所以这个年报是刚刚发布不久前的 OK 所以你看到他的封面 他跟你讲Trust at the core of our DNA OK就讲公司告诉我们 他有信任 我们可以相信这家公司 OK 所以其实封面有时候很重要 我最喜欢 因为我们看其他的年报 厚厚的真本都是很多字 看到脸花缭乱 只是除了前面有一些 很像他的这些封面 或者看一句看里面那些管理层 可以看到他的脸 他们长得好不好看 对不起 是看看他们的那个教育背景 跟他们到底 有时候一些人我们看得出 到底这个老板的脸是很老实 有时候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 OK 所以封面很重要 照片也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一些公司会在年报 给你一些Hint 给你一些提示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他的 当然我们一看书的时候 不是一翻就看里面 我们要看目录先 就是看他的一期看东西 我们看到底这份 report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过后我们就可以仔细的看 我们要去哪一面 OK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的目录里面 他告诉我们 corporate information 就是公司的企业结构 他公司告诉我们 他有职公司 他有什么职公司 多少percent 他全部都有讲到的 OK 他全部一定有讲到的 OK 第二就是financial highlight 就是他告诉我们他的财经灾药 就是他的要点 大致上公司会告诉我们 他五年前的performance 是怎样的 OK 所以第三个很重要的 这个chairman statement 就是董事长支持 还有经理支持公司的运作 OK 之前 我觉得如果没有错 应该是三四年前 我们只有chairman statement 然后过后 我们就增加了 group managing directors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这个两个是也是一定要看 因为公司的老板 会跟你透露一些 他今年的计划 跟接下来的计划 然后他怎么会完成 他的这个计划 OK 就是讲 他讲要做这个 他会跟你讲到 他怎么做到 他怎么会去做 OK 所以group managing director 就是经理支持 他会跟你讲他的营业 但是他的工厂 有没有什么问题 一些一些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 但你看到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业务的时候 你会慢慢去 让你思考 原来我做这个行业 我要顾虑到这些东西 所以给那些开始要创业的人 其实我觉得看annual report 看年报是很重要 他让你思考一些 你从来没有思考过的东西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 我们的financial statement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有选业表 资产负债表 还有现金流量表 还有他的note OK 我们的年报会这么hold 就是因为他的注视 他的note里面很多 像刚才我们有跟你们讲到的 他的note有很多 就是讲 季报比较薄 年报就比较厚 OK 所以过后 在最后的一个section 我们会告诉你 我们可以看到 公司前30个大股东 OK 前30个大股东 还有list of top 10 properties 就是公司的资产位置 所以如果有时候 你要看看 到底这家公司 真的有没有这个地 还是什么 我就可以去看看一下 就可以去google map 那边search一下 通常都是有的啦 都是有的 OK 这只是让我们知道 他的资产位置在哪里 OK 然后我就 因为刚才我们的公司的 企业结构啊 财经摘要啊 董事长跟经理的支持啊 这些全部都是 稍微又是比较长的 所以这是一定 一定要看的 OK 所以就跟大家讲 公司前30个大股东 OK 所以我们就看回Dualpharma 他的Sat 3月25号2020年 OK 就是他在3月25号的时候 他extract出来 他看到他的大公司 他的前30大股东有谁 所以如果我们看 我们看不是单单看罢了 OK 我们要统计 我们要预算 OK 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跟去年比较 我们一定要和上一个年报比较 看看到底有没有大明星出现 或者我们是基金 或者是大人物 如果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家很多股东都在追着看 有没有冷眼先生 冷眼先生有没有在里面 或者是一些基金 有没有出现 然后我们看到底基金有没有 有没有增持或者是减持 就是看到底那些基金有没有看好 如果基金看好他的话 他们肯定会买多 如果觉得他的前景没有什么的话 一定会卖掉的 所以当你们看到 我这边有变成蓝色跟青色的 所以我就基本上就告诉 蓝色的有是本地的基金 青色这是外国基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比如讲打一个比方 这些蓝色的 OK 阿玛纳沙罕 EPF 然后有个青色 就是我们的外国资金 其实我们怎么看到 刚才我们看到等巴探跟阿兴 阿兴就是外国基金 OK 阿兴外国基金等巴探 全部是本地的 Manual Life OK KWSP 这样子 OK 不多说 OK这里到18 接下来到30 我们也可以看到 所以 所以如果我们看的话 在2020年3月25日 我们拥有 不是我们对不起 是多发吗 拥有三家外国基金 跟26 26家本地基金 或者公司 所以 当然我们单单看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OK 原来公司有这么多基金 然后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个比较 OK 我们一定要做个比较 就跟去年的年报 看个做个比较 OK 所以 当我们的基金越多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就越大 我们身为投资者 赏户 投资者或者赏户的信心就越大 因为一些基金 还没投资公司之前 那些基金会做吗 他们会去跟这些公司开会 做一些市场调查 OK 所以基金的资料 往往比我们投资者快和完全 你觉得 如果你是个基金 你是基金的时候 你背后一定是有很多的资金的吗 所以那些公司一定会特别去事后 OK 特别去事后这些基金 如果我们是身为赏户 我们要去探访一些公司 我觉得可能一些公司可能就想 应该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来服侍我们 或者他们会服侍我们 但是给我们的服务没有这么周到 OK 所以身为赏户的我们 也是可以做自己的市场调查 我们可以做自己的fact find 通过什么方法 这三个方法 通过参加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是一定要去的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去 因为在里面你可以问问题 你也可以听到老板怎么讲 所以阅读股票行的分析报告 出了年报 有时候股票行也是会去 跟他们做点research 然后他们会写报告 股票行的分析报告也是要看 OK 或者你可以通过该公司做工的员工 这是基本上我们可以做的fact find OK fact find 很重要 通过该公司做工的员工 有时候我们要看我们做fact find的对象是谁 我们interview的那个员工是谁 可能他只是不重要的人物 一定要问他的position是什么 如果你问到的一个只是普通泡茶的 OK 可能在某一些领域就没有什么运处 比如讲你的公司是做 我们要投资公司是做那种卖产品的 OK 比如讲我们打个比方上市公司做MV的 我们就问他 到底会不会多人来买货啊什么 你去可能去问那个泡水的 OK 他跟你讲 我以前只是一杯一天只是泡两三杯咖啡 我现在有我从来没有停过一直泡咖啡给顾客喝 所以你就知道 OK 可能就是很多人了 就像刚才我讲的我的干旁面 是不是我的干旁面 我要找你来投资 我要找你做股东 OK 你要怎么做fact find OK 可能你就拿一个星期 你就坐在那边 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来看我 有没有人来吃面 到底我的面好不好吃 会不会多人流通量 顾客流通量会不会多 还是每个人来吃面啊 逗留两三个小时 喝了咖啡才走 还是一来就吃就走 一来一直吃就走 所以这个是我们fact find 散户要做的 就是我们还没有做任何投资决定 我们一定要做的功课 OK 所以年报的摘入重点 我们有讲到 基本上就是跟季报一样的 只是我们要看的东西增加了 就是公司的管理层 OK 他的经验跟学历 我们看年报的时候 他都会告诉我们 这个老板 这个管理层是曾经在哪里 大学读书 本地大学 外国大学 还有他的 他的那个degree 他是一个PhD 或者什么 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OK 还有公司的业务和财经状态 状况 就是公司在近五年的经营能力 如果 给我选择的话 我是喜欢近五年都有赚钱 我不要一年亏钱的公司都不要 但是如果有一年亏钱 当然我们要去深入探导 为什么他会亏钱 这个事情是每年都会发生 或者只是一次性罢了 OK 所以就董事长和经理的支持 就是他们会分享 今年的公司表现 还有未来的展望 有没有最近的发展项目 今年的计划 公司管理层都会在里面跟你讲 OK 为什么我会讲 我们要看一两年 因为有时候公司讲了过后 OK 有时候有见万证 他去年讲了的东西 他今年又会跟你没有提到 或者是没有下文 OK 所以还有公司前三十大股东 就是外国基金和本地基金 还有明星投资者 有一些名字大家特别注意 就是比如讲 我们有人眼 OK 所以年报的图片 是我比较喜欢看的 因为有一些图片 可以让我们 让投资者更加明白 公司的业务 OK 我们英文讲 有个什么 A picture says a thousand words 就是你看了这个照片 你会 哦 原来他做这样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我们 读读读读的时候 是完全不明白 一看了照片就 哦 一五哦的时候 就是恍然大物了的时候 OK 所以这边我们讲 投资者也应该和去年的年报 来做一个比较 OK 年报看的时候 不只是看今年 至少要看去年一年 OK 我们也要和同行的公司 做个比较 OK 现在很多website Busa的website Busa Marketplace 已经有好好的帮我们 做一个同行的比较了的 我们一click进去 点击进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所以从中我们就可以计算 进现金啊 这样子的东西 OK 所以那么我们所做的决定 会更加的完善 当我们做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更好的决定 就我的人生的一个经验 就告诉我 那时候当我结婚的时候 我去我的朋友的店 他卖红酒的嘛 我就有问他 通常人家结婚是用哪一个红酒 他就介绍这个红酒给我 我就讲 我讲好 这样你可以再给我试下看其他同样价钱的吗 他给我试的时候 当我一试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个是好酒 这个酒不比这个好 所以同样的公司也是的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比较 才知道到底公司有没有进步 或者是在退步 OK 所以这里就跟大家讲 不读财务报表会犯的错 其实有很多 因为但是时间关系 我只是讲一个 不读财务报表会犯的错 OK 比如讲我们看这个RG 这家公司RG那么多 爱情那么多 我们看这个在2017年Quarter 4的时候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这个我是从Malaysia StockBiz拿下来的 你看他Revenue是114个Million 但是他的Net Profit是149个Million 有没有可能他的Net Profit多过他的Revenue 有是有可能的 OK 所以如果我们不读财务报表 我们看哇 这个比这个多 哇 好啊 就去买他了 OK 但是我们要看看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他有可能这样子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放进去看他的G2报告里面 OK 你看到他的Revenue 114个Million 然后他的Net Profit 在下面这边 Profit Attributed to Owners of the Company 149个Million 所以如果你们再看 我们会看到这一行 Other Income 他会跟你讲他的公司还有什么其他业务赚到的钱 Other Income 144个Million OK 所以我们就看他的公司的Note OK 公司的Note 就是像我刚才跟你们讲 他跟你讲公司赚钱 为什么赚钱 为什么亏钱 他从目都有写 OK 但是他在这个Note 12的时候 他已经有跟你讲到一个东西 他讲 Gain Gain 有个Negative Loss on Disposal of Property 就是讲 他卖了他的产业 或者是他的 他的厂 或者他的地 所以他Gain OK 所以他赚到的钱 所以他放一个Negative在这边 OK 所以他原来他有一次性利润 不过就我们讲一次性 因为你的公司卖地 不可能你公司每个季度卖地的 那如果你公司的地球不卖到完 你用什么东西来赚钱 所以他只有一次性的盈利 OK 所以 我们如果在看的话 他这边 我们看到Cash Flow Statement 他的那个现金流量表 我们有看到他这边有写到 OK 他有Disposal OK 像刚才这么讲 Disposal了 我们赚到的钱 OK 钱 Positive就进入我们的口袋的 OK 如果我们在看他的年报 他已经有跟你讲到了 OK 如果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我们去Google 或者我们去寻找资料 一定会有的 所以这是从他的年报里面 讲到的 其实他是来 他 我们的国家做MRT 所以他们就跟他买那个地 所以赔偿他们的166个Million 所以我们看到了 OK 所以一定要记得 OK 这基本上这是 差不多也时间几点半的 这基本上就讲完整个重点 当我们阅读财经报表的时候 不要只是看表面 OK 选老婆 选男女朋友 选劳工 不只要看外表 OK 一定要看他内涵 所以除了看号码 我们也是要看注视或者注解 我们要了解公司怎么赚钱 跟他的前景 一定要看公司怎么赚钱 跟他的前景 这两个一定要看 所以当我们一定要比较公司的表现 当我们讲比较的时候 是一定要有一个跟一个拿来比较 OK 一定要至少看两个 像我们讲年报 至少阅读前一个年报 前一个就是今年的2020跟2019 季报也是至少阅读前两个季报 OK 这是个人讲的 OK 我个人觉得应该要的 或者是同行的表现 我们一定要看 OK 比如讲 我刚才讲我的家事股 我的利益 我一定也是要看Pohot OK Webman's 这些其他的家事股 我一定也是要看Homerits 我都是要看的 OK 所以找出你投资此公司的理由 如果大家都明白 我的投资的有几个看法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就是我投资的 我买入的理由 就是我卖出的理由 OK 我要投资这家公司 我一定要找出 我为什么要买它 不要给我很肤浅的答案 因为我要赚钱 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讲为什么你要买 你一定是觉得 因为它很像未来有个展乱 比如讲像手套股 从不能出去就去买 为什么 因为像Topglove老板讲 如果你现在要买手套 你一定要等两年 才可以收到你的货 所以它已经是有顾客排队 所以要排到很久了 就讲 它有货 它的demand 多过它supply 它供不应求 这样子 OK 所以做出 你能够承担的风险 的投资决定 如果你觉得你能 承担的风险很少 OK 这样就可能就买少 或者是不买 OK 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承担的风险比较高 等你就 就可以买多一点 这样子 OK 所以应该是差不多要结束了 只是大家这边跟大家 我觉得如果前两年有看过我的线上讲座 还是同样的 两辆车比赛 一辆F1车跟一辆Cantil 比赛 谁会先赢 OK 当然大部分的人都会跟你讲 哎呀 肯定是F1车会赢 哪里可能Cantil会赢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寻找他的家他的那个 Driver是谁 OK 他的Engine是怎样的 去做多一点功课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OK 比如讲这F1 他只是一个老人来家 一辆F1 OK 他的只是每天买去巴萨买菜罢了 家着去巴萨买菜 OK 所以我们肯定的东西越多 我们就更敢做决定 OK 所以这辆Cantil 司机是谁 我跟你讲是Lewis Hamilton OK 五六次冠军 他驾着这辆Cantil 不好驾的车也被他驾了 变得好驾 OK 所以我通常都会讲 没有根据的决定 往往会让我们吃亏 OK 像人家讲 这家公司好啊 从不就去买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为什么我们要买它 OK 所以如果没有根据的决定 往往会让自己 我们吃亏 所以 这个是一些话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投资股票 我们多阅读 你多阅读 你多研究 你多验证 你多审查 你肯定的资料越多 你的成功率一定也会比人家高 OK 你所下的功夫 跟所学的知识 都是属于你自己的 不要觉得 我多读 我做这么多功课 然后都是 人家也看到的东西 跟我看的一样的 这样不是没有什么分别 问题是 你下的功夫 跟你学的知识 是属于你自己的 好吗 所以自己负责 自己的决定 自己的决定 自己负责 你会 如果你一直重复 做同样的步骤 你会 总有一天 你会觉得 你对你的决定 感到很骄傲 你会对你的生活 很有满足感 就是 你做 一直重复 做同样的东西 你一直做了对的选择 你慢慢学习 你会觉得 原来我就是决定 做的是对的 你会很骄傲 你会跟人家讲 我上次 做了研究 做了这家公司 我觉得他会 他会起 就像我前 前几个星期 也是跟我的 有一个伙伴 讲谈天 谈天 谈天 谈了差不多 半个小时 因为他跟我讲 他亲身体验到一个东西 当那时候 当手套在跌的时候 他很赶的去买 为什么 他做了功课 他做了功课 他一跌 我会怕吗 他讲 当然是会怕的 但是他一直有信心 所以 给他上去 所以他就更加有信心了 所以他就 他就跟我分享 他讲他那个做了功课 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 我一听到他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 他真的是 觉得很骄傲 很有满足感 这样子 好 我觉得 现在已经是讲完了 先 把它 扒出去给你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们的 Johnny老师 为我们今天分享 如何在30分钟内 了解财务报表 OK 看来老师也是 准备的非常充足 讲解的非常精彩 OK 所以在我们进入 Q&A环节 当而 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 Poll 所以如果你们对这场 线上讲座会的内容 有任何疑问的话 可以写在我们的 Q&A的那个box里面 然后我们会提出问题 给老师做个解答 当然 我们在线上的人 有几百位 所以你们的问题 也是相当多 所以如果不能 没有问到你的问题的话 请多多包涵 那在大家写问题的当而 我们就来做一个Poll OK 就问问看大家的一些意见 OK 在你的线上 我已经发出了这个问题 就是哪一个对你比较重要呢 第一个就是公司的财务的成绩 业绩 还是第二个呢 是公司的股价的表现 OK 请大家 当然是没有对跟错 只是有些人可能是 比较技术面的 有些人是比较基本面的 所以我们就看 现场做个调查 看哪一个对你是比较重要的 OK 请大家欢迎多多回答 OK 再给你们多10秒钟 我们就结束这个Poll 再回答这个Poll 当而你有什么问题 想要提出 问老师的也可以 写出来 好的 这样我就结束这个Poll了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们做个调查 就是有84%的人都觉得 公司的业绩会比它的技术面来得更重要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些调查结果 然后16%呢 就觉得公司的图表 就是比较股价的图表 会比这个财务的业绩来得重要 OK 所以我们就回到今天的 问答环节 就给我做个Presenter 好 看到线上已经是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说 也感谢各位朋友们 今天晚上出席 踊跃出席我们的线上 讲座会 我们有好几百个人 线上来听我们的讲座会 当然我们的问题还是有很多 没有办法一一为大家解答 所以有没有问到你问题 就请多多包涵 好 今天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 OK 我这次先出 Signing off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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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